这几年所有的春节特别节目当中都没有孩子的参与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有个节目是老板和他们的孩子共同来完成 表演者是唐月明 蔡虎和徐昭 名字叫《大王叫我来悬山》 掌声鼓励小朋友们 从前有座山 山又座庙 铁心 铁心 醒了 叫我 叫我 啥呀 叫我 你小样 太阳给我眨眼睛 鸟儿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 还不念人的小妖精 别问我从哪里来 也别问我到哪里去 我要摘下最美的花 写给我的小工具 写给我的小工具 水无比的天不鲜鸳鸯不鲜鲜 大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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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你傻呀 抽筒 来 来 介绍一下 我大名叫蔡兴鲫鲫 我今年五岁了 我小名叫多多 哦 你小名叫多多啊 中间这位小公主是谁呀 来 介绍一下小朋友 你是拐来的吧 是被拐来的吧 你妈妈在哪里 这个人是你什么关系 她跟你什么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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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介绍一下 小峰 很久没来了 对 这是你女儿啊 对 这种女儿 真漂亮 好可爱啊 谢谢 谢谢 中国 法国 哦 中法混的是吧 哦 来来来 你是哪混的呀 大家好 我叫徐子慕 今年七岁半 真没想到你儿子这么小 你平时在舞台上那么严格 你教儿子也这么严格吗 你问他自己好 你说 你说爸爸严格不严格 有的时候严格 有的时候放松 瞧你那个幸福样 谢谢三位 谢谢 嗯 给大家聚会 好 谢谢 菲女幕署奏一档节目 改变了很多老板的事业线路 很多人一开始来的时候 只是个老板 上镜头上多了之后 他依赖了镜头 他离不开镜头 他以为自己真是个明星了 诶 居然还让很多人 发挥出了自己的演绎才能 他们